哈哈哈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今集的 《肇星法庭網新聞》的節目時段 今集有許傘 另外還有我們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按讚我們這段影片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說你怎麼搞的 法庭新聞你們兩個不認真一點 很好笑嗎 那些内容真是很搞笑 那真是的 何解呢?就是在721元朗暂事件中 我想真的希望有人有机会 可以读给离开了这个世上的柳俊刚听 让他知道原来背后有一些这么搞笑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会想 林卓廷你是元朗人吗? 元朗关你鬼事? 为什么你会进去? 他跟元朗很有渊源的 究竟是不是吹他不脏不脏呢? 我们待会就可以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挺好笑的 甚至乎连同他老婆的初恋也有说出来 都是跟元朗有关的 厉害吗? 那我们再说一下 因为早前不是审讯了一段日子吗? 较早前是要确定这宗案表证成立 就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就要林卓廷等等 如果他们想上庭去答辩 那你就上庭了 不然就透过他们的大狀也OK 林卓廷就选择着起一身的西装 也宣誓了 宣誓完之后 就接受辩方的主问 挺有趣的 他现年46岁 毕业在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 简称是正政系 2001年就去了民主党做研究主任 2008年到2011年就担任联署的调查主任 之后就喝饱咖啡回民主党 就再做这个总干事 如果当年他没有回民主党 继续在廉矩那里做 我想也不会搞成今天这样吧? 是的 不过这个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就是你打算刘慧卿就帮你灌顶 做立法会议员好过做廉署 立法会议员10万元以上 还有这么多福利 在廉署也有名叫廉署 廉署 廉价劳工的款式 做到狗 好了 回来说一下 因为他自己的能力问题做得不好 那为什么与元朗有渊源呢? 原来他是在元朗的赛马会诊所出生的 呱呱落地的时候 呱呱呱就是那个时候出生的 就是那个地方出生了 接着由他的祖父母在元朗继续照顾他 就是吃着元朗的老婆饼、蛋卷那些大的 之后五、六岁才到屯门 接着又说辩方问 你和你老婆是否在元朗认识的 我也不太明白辩方要问这个问题 如果有些法律方面的认识的朋友 可以回答一下我们 对那句歌词的 什么爱恋没经验那些 不是吧 就说是中学同学来的 那我回想一下 你究竟那时候屯门还是元朗读书呢? 不是 在元朗向他表白 元朗 哎呀 打冷阵 哎呀 法官就说 林卓廷你回复得太快 我玩要了 整个过程跳得太快 我们虽然说歌仔唱什么爱恋没经验 但是法官就说 相信你不是一见钟情的 是吧? 没理由一来就受不受求表白 喂 十十九折 不是 林卓廷就是甜思思的说 太太是我中二的时候 即是中学二年班的意思 坐在我身边的女同学 你这个死帅子 都不是回去读书的 真的有书不读 扣女儿 真的 你们两个这样说就不对了 我是考完A等级 当天才向他表白的 哇 你这么久了 很久了 这个当然是痴根情长剑 哇 又中二变到中七 即是暗戀了他五年 哇 簡直 你才表白 人间极品 绝对 我们这一段就是谈他的 简情世界 都讲到这里 接着结婚的就是一件事 现在两个小孩 一个是十九岁 一个是十七岁 接着就再讲那些 政绩也好 什么都好 立法会也好 议员也好 什么都好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去说了 他竟然说黑暴事件 他就着这些事 曾经向政府反映过意见 希望局势 就不要像癌症那样恶化 也曾经去过示威游行抗议 他说自己不是去非法集结 或者跟他们去游行 只不过去维持公共秩序 希望达致和平 理性非暴力 你那些黑暴 这么多暴力事件 你不谴责他们非暴力那些 要非暴力的嘛 你没有谴责 过往来说 而且他只是看着黑暴 如何是破坏社会的 但是他没有出声 他是包庇这些黑暴 为什么呢 你猛的吗 当然不是猛 他是有选择性 包庇他们的 对不对 他会说的嘛 哇 我现在被人打 难道不暈手 所以就拿那些水喉吹人 还是怎样 然后辩方当然要帮他手的 问他可不可以举出你去现场 缓磨冲突的例子 法官都非常关注 你到底是否可以 拿着水炮吹人 但是 消防后吹 如果他都害怕 如果说了说了一些 又算权益的 就可以不回答的 他又说七一立法会冲突的 这些就是什么 拿来做党战牌 就是等于 那时候 毛孟正 不要进去 十年的 想想 记得吗 这些就是用来 现在自己在法庭上 不是 我有缓磨过人家的冲突 可能你这下是演戏的 记得吗 那些什么 梁耀忠 不要啊 不要啊 就阻止垃圾车推入 撞爆玻璃 就扯开 林卓廷说自己 就阻止他们用铁龙车 撞爆玻璃 最后 就被黑暴拉开了他 说黑暴人数太多 无力抵挡 回来了 721为什么呢 他做工的时候 就说收到信息 他说 我收到信息 说有黑衣人 可能会被 支持政府的人 襲击 在元朗穿黑衣会招呼他 招呼你 可能拿老婆饼 拿咖啡奶茶来招呼你 行不行 我不知道他收什么 谁说的 然后再说了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案件 当时民阵在港岛区 搞什么游行 你还是怎样的 哎呀 我是负责湾嘴的街站 我下午收到信息 见到好像有人在元朗部署的东西 我见到一大宅藤条一纱纱 都是穿白色衣服的 所以我打电把给区议员王伟 问下发生什么事 你们说是孔杂 请问这些藤条是什么 不是 这些是藤条 请问是什么孔杂 有人用藤条来发动孔杂 行不行 我们记得一张很经典的 显示一大群白衣人 穿着白色衣服 凸着肚腩 因为吃饱饭 吃饱饭就拿着藤条 说要去做他们的世界 对不对 这相片很搞笑 请问这群哪一群像恐怖分子 像这群傻佬 像那些什么塔利班 记得吗 蒙着头 然后拿着机关枪AK 几个就站在后面 那些夸张才像很无分子 我第一次在酒楼的龙凤大礼堂吃饭 还要吃饱饱了 那道帐 拿着藤条拍照 整个孔杂 你跟我说是恐怖杂击 恐怖杂击当然是恐怖分子去处理 好难乱来的 藤条 我小时候经常被妈妈打 我觉得我妈那些藤条 你妈都是恐怖分子 我妈也是 恐杂你 我妈那些藤条比较粗 那些藤条比较高 对吗 就是你说不是啊 每个都打到背部都花了 我们小时候都打到脚都花了 打到手臂都花了 就是翻课 过几天就散了 整个星期都不散了 整个星期都不散了 对啊 主要翻课 夏天是短疾的 要拔低一点点 不会笑的了 因为每个都打到这样了 难道已经是这样了 每个家长都是恐怖分子吗 然后林卓廷再引述 当时他射播给区议员王伟賢 向头吹大鸡 有个剧本是这样的 不是穿黑衣服就打 要不然殯儿B仔都被人打了 因为他穿黑衣服 黑衣服就没有出街 但是如果穿黑衣服 挑衅他的就用藤条配合你两次 这就叫恐杂吗 我妈也不止两次了 我说爬爬爬 已经数不到 加上我避开的那些 我想超过200次 这么厉害 这些真是 是这样的 是呀 恐杂吗 这样都说恐杂 小鬼死人 那时候他们是这样的 很多人就把小事说得很夸张 明明跟恐杂没有关联 就说到好像是这样的 之前也说解放军又出动 也说到很客人 他们是专专的 你这个人也是 又学习这些坏东西 根本不是这样的事情 就夸张化他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 什么 写这么大的剧本 就是叫你来 如果你挑衅我的话 我拿藤条配合你 一二 没有了 这是什么剧本 这么长的 你们比他更厉害 你又拿消防后射他 又拿灭火筒 藤条而已 就算什么 一扎藤条 大家知不知道藤条在哪里买的 五金泡 那些集货店 五金泡 五金泡就用鸡毛掃 因为来使用鸡毛掃 那些人 会掃尘 最爱掃的鸡毛 掃掉它 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一边也要发的是鸡毛 立即隐隐作痛 身体的不同地方 你想想 有时候打完后 就会见遍地鸡毛 不是遍地开花 而你的人就是开花 我相信那些背部转打到花 就是什么很有趣 我们小时候差不多了 这个机会 先說 打你而已 你看我 我這麼美女 皮膚這麼滑 怎麼會打我呢 我媽不打我 這是你的事 我們說回說 愛你嘛 金枝玉葉嘛 我們這些粗人就是這樣 辯方再問 你聽到會用藤條配合你的話 你擔不擔心 林出道 多數都有 當時社會環境肢體衝突都不罕見 暴力程度比藤條配合兩下更加誇張 當時比較緊張 有人呼籲那晚要到中聯辦示威 我確認到可能有事情在7月1日就開始發生 真的看到有人集結和上片 可能真的有事 暫時看到法庭就先說到這裡 這個最好笑的是什麼呢 你說什麼藤條什麼的呢 你想想你們自己錄一熱 你們做什麼呢 扔磚 沒錯啦 弄鐵枝 欄杆 打警察 襲警 還是怎樣 你們就真的不幫不暴力 反過來他們說 警察拘捕我們很暴力 你不說你們自己做什麼呢 他們從來不說的 是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的 他們是專門的 他們是特意這樣做的 這些人真是蠻壞的 今節說到這個位置之前 最後也要呼應 我們也曾經記得林卓廷不知道是在法庭上試咪 他有大喊過老婆I love you 所以當你聽到我們今節 原來他們情鬥初開的時候是喜歡的 但是林卓廷天天長大 天天高 去到A級 考慮試 放下心頭大石 終於鼓起勇氣 和他現在的老婆表白 那句的I love you 簡直是仿如架勢 究竟當時是說什麼 我們就不想知道 哎呀 哎呀 骨頭都震了 大家如果覺得冷 不是天氣的問題 聽到這件事 再想起他們的樣子 還是怎樣 真的打冷震了 你這樣的話 又對不對得起當日的林卓廷 當日你們這番的山盟海誓的愛情 看看你們搞成怎樣 是不是 嗯 哎呀 好了 我們今節先說到這裡了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林卓廷 究竟有什麼要說 大家對於他們是否真的叫孔雜呢 不妨一起留言說一下 會不會說回那個假的大肚子 什麼大肚子 什麼大肚子都知道 我挺期待 那個會不會說到她呢 不知道會不會 我很期待 那個是不是真的大肚子 我都想了很久 假的 我相信也是假的 她是肥而已 裝模作弄 好了 我們今節真的來到這裡了 大家有什麼作偶作悶 聽到林卓廷前面的表白 就先去到這裡了 我想法庭也不會再問下去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